保佳 保佳 怎么了 先生 你手机箱了 喂 王总 侯经理 你现在在哪呢 王总 我在家呢 那你有事没事 现在没什么事 没事的话 你来一趟公司吧 行行 我现在就过去 行 有个会议要开 你快点啊 行行 好嘞 好 再见 王总 杉杉 这王总通知我 公司有个会议要开 我得过去一趟 那行 你去吧 今天晚饭就不用等我了 对了 杉杉 等会咱妈就要过来了 等会她敲门的时候 你给她开门 什么 妈要过来了 是啊 这老家 又热 蚊子也多 我怕咱妈不舍得开空铁 所以我就让她过来了 咱家空铁不是一直在开着吗 而且咱妈的房间 我都已经收拾好啊 这咱妈要来 你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啊 这有什么好说的 咱妈还说了 怕你去接她 所以我就没有告诉你 原来是这样 行 我知道了 对了 你开会开多长时间啊 这次是临时通知 肯定是一个重大的会议 我估计 这时间不会短 那行 你放心去开会吧 这家里有我呢 行 杉杉 我就先走吧 好 路上慢点啊 好 终于到了 儿子 儿媳妇 来了 来了 儿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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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儿媳妇 儿媳妇 怎么了 你把脚抬一下 你把脚抬一下 不是我说你 这个地方那么小 能用脱把脱吗 要用布擦 用布擦 是啊 赶紧去拿布啊 好 儿媳妇 你怎么擦的呀 那个地方明明那么脏 儿媳妇 我知道了 我按着擦 啊 你会不会擦呀 这点小时都干不好 儿媳妇 你干嘛呀 你给我干什么呀 我推你怎么了 你擦地啊 都擦到我的鞋了 儿媳妇 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你没张眼啊 我看你啊 就是不想干 不想干 你走啊 赶紧 鬼魂你想哪去 我好不容易来一趟 你让我干什么 我干什么 你这还不满意 对我又大又骂的 还要赶我走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呀 我这样对你怎么了 是我让你来的吗 你来到这 我就让你干点活 你就干不好 我这样对你有错吗 你要是感到委屈 你可以走啊 行了儿媳妇 我既然来了 什么活也干得好 那我就走了 妈 儿子 把包给我 走 宝强 你怎么回来了 坐这儿吧 你不是开会 要开几个小时的吗 是 我这会议啊 提前结束了 李珊珊 我真没想到 你竟然是这种女人 我问你 今天如果我不是提前回家 你是不是就把我妈给赶走了 不是这样的 是妈呀 感觉在这里不习惯 她自己想走的 李珊珊 我可告诉你 刚才你说的话 我在门口全都听到了 这我妈刚到 你就让她干活 你不满意 还对她又打又骂的 这又要赶她走 你可真行啊 宝强 你说妈 连点小活都干不好 她在这干什么呀 干什么 李珊珊 我告诉你 我让我妈过来 是过来享福的 不是伺候你的 你每天在家不上班 连点家务活都不会干吗 你还会干什么呀 这边 李珊珊 你好好地想一想 你爸你妈来的时候 我是怎么对待她们的 都是好事好好的伺候着 可我妈来了以后 你怎么对她的 你把她当佣人一样使唤 你还有良心吗 我告诉你 像你这种媳妇 我不要也罢 你从这个家 赶紧给我滚出去 王宝强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为了这个老太婆 竟然要赶我走 老太婆 李珊珊 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 这是生我养我的妈 现在 赶紧给我走 行了 我走 儿子 你把你亲我干什么了 你怎么办呀 妈 这媳妇没了 我可以再娶 这妈只有一个 像这样的媳妇 我宁愿打一辈子关棍 我也不会要她的 可是 儿子 行了妈 什么都别说了 你让我小 我让你老 我是不会让你受这样的委屈的 你放心 以后 我肯定会好好孝须你的 走妈 我扶你进屋休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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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